11月6日是杨子的生日,北京迎来初学,张一山在23点59分彩点发文祝贺,表示,下雪了,本以为是小雪,没想到是大雪。 我想应该是小雪长大了,知道你着急长大,但希望你依然能像往年的初雪一样小小的来,因为我们爱你,不希望你那么累,慢慢来,你开心最重要。 这里没有生日快乐,只有爱你如初雪,并且附上星星和雪花的另类同矿照,实在有被填到,杨子则插课打魂回复,看完以后我沉默了,但是我依旧很感动,我知道这几十个字是你想了很久,茶字点又百度凑出来的,虽然没有那么感人,但你这种态度真的感动到我了。 张一山气到回复杨子,你快去看看吧,百度有这样的文案我去死,拿个纸巾擦眼泪的功夫,他俩就怼一生了,不愧是我的流星和下雪,两位真是氛围终结者。 两位从家有儿女开始长久的友谊,这段生死亲情友情的感情在娱乐圈显得民族珍贵。